就是这个孙子 引起了公愤 在我们八一足球队的时候 就是开始 他就是开始苛扣队员的奖金 开始弄虚作假 他妈的坑蒙拐骗 是吧 引起了我们极大的反感 最后就把他给赶走 他后来就开始到了陕西国立 完了这些开始 就游历在中国足坛上 包括上海生花 什么这些乱七大八糟开始了 河南建议什么这些 河南建议 对河南建议 对啊 就是很多的这些 就是陕西国立上海生花 开始他的最大的合作伙伴 这个孙子就是周军 周军是曾经的什么 周军的手下 就是连城 他也当什么管理人员 对就那时候 这是周军 完了生花的总经理 开始他跟蒋秀泉深度的绑定 开始操纵各个球队打假球 各个内外员的引进 各个比赛成绩 他们之间互相之间的让球 他们来去操纵比赛 操纵球员内外员的找会 来去行贿 受贿 洗钱 挣钱 弄黑钱 贾秀泉 你们知道已经在上次的 反图扫号当中 被沈阳专案组弄进去两三个月 最后一个是巴队 一个是总政派部 当时是陈昭定 没去世之前 保了他 这个孙子二次入伍 我在这再向你们中共啊 中国人民解放军 我再说一遍 这个孙子有可能现在还是你们 中国人民解放军里边的败类啊 他二次入伍了 我再跟你们讲一遍 你们还不把他逮起来军纪委 你们天理不容 我今天再讲 而且这个孙子在进去的时候 他不光是陈昭定保他 这个孙子当时应该花了两三千万 买通了这些专案组的人 这里面他也去借了很多的外战 贾修权你听着 对吧 你这个借了天津的人 有两三千万 贾修权你听得着 而且国内的这些专案组的人 你们现在又一波 你以为离铁完了吗 没有 换一波接着还得干 我现在都跟你讲清楚 是吧 贾修权 你曾经跟周军 李玉宏 你的所谓的叶飞 有一个上海的记者 也有你这些 你们这些王八蛋放屑一气 坑蒙拐骗 弄外援 弄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们贪污了多少的黑钱 打压了多少的运动员